新闻急速地 2023年上半年,全国各地的政策仍然保持宽松趋势。 近百个城市调整了住房公积金政策,并放宽了住房限购限售政策。 与此同时,由于6月份LPR的下降,房贷利率降至历史低位。 根据中止研究院的数据监测,上半年全国超过百个省市县出台了300多项政策。 其中公积金支持政策仍然是重要举措之一,购房补贴政策也是各地因地质疑的主要手段。 部分城市优化了限购政策,降低了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,优化了预售资金监管。 从政策调控节奏来看,一季度政策出台的节奏相对稳定,政策效果逐渐显现,需求得到释放,市场活跃度整体提高。 三四线城市在前期出台了较多的政策,政策空间已受限,五月份以来政策的出台频率也逐步放缓。 部分核心城市如杭州、南京等继续微调政策,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。 根据这条新闻,可以看出2023年上半年各地的住房政策保持宽松趋势。 这包括部分城市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和放松住房限购限售政策。 同时,由于6月LPR下行,房贷利率降至历史低位。 这些宽松政策的出台有助于刺激购房市场,特别是在一二线城市和部分三四线城市。 政策的效果已经显现,带动了市场活跃度的提升。 此外,一些城市也采取了微调政策,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。 总体来说,宽松的住房政策以及降低的房贷利率对于促进居民购房需求,推动经济增长,具有积极作用。 这些政策的调整有助于释放积压的购房需求,提高市场活跃度。 然而,应该注意的是,在保持市场稳定的同时,政府也需要密切监测。 防地产市场的风险,防止出现过热和泡沫化的情况。 此外,政策的调控应该更加注重中长期效应,促使住房市场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。 关注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